哥哥,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游乐园玩吧 好久都没有去游乐园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小巫童和小武林顶着大太阳往游乐园走去 太热了,小巫童忽然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 小巫童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你快醒醒,糟糕了,小巫童好像是中暑了 我得给小巫妈妈打个电话 小巫林,你打电话来有事吗 妈妈不好了,我和小巫童去游乐园玩,小巫童中暑晕倒了 什么,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就在游乐园门口 我马上过去,你先看好小巫童,千万不要走开,在原地等着我 护士长,我的女儿小巫童中暑晕倒在外面了,我想请一会假,我得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小巫,你快去吧,这里有我呢 谢谢护士长 这么跑着去太慢了,西童,你能给我一个喷气背包吗 小巫童中暑了,再不快点赶到,她可能就有危险了 小巫主人,我没办法给你喷气背包 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比比东和鬼星娘 没人喜欢你了,你已经过气了 那我可怎么办啊,难道真的没人喜欢我了吗 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帮我吗 小巫童现在有危险,我一定要快点赶到她身边 就在这紧急关头,天空中下起了爱心雨 原来是那些默默支持小巫的小可爱们 太好了小巫主人,我没有喷气 就没有人认为她是几个小巫主人 那里有些高的心灵 太大美了,但不需要有些小巫主人 真的很高的心灵 太大战主人,天空中下起了 大战主人,我无法决定 天空中下起初 超以后的病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